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非凡大探索 我是陳明君 炸雞排可以說是國名美食代表 在台北公館 有一家以法式調味的香雞排店 雞排選用的是 比雞胸肉還昂貴的雞腿肉 經過獨家的特調法式香料醃漬 再裹上特殊麵糊油炸 雞排吃來炸衣爽脆 有淡淡香草滋味 口感軟嫩多汁 另外有別於其他店家 這裡的特殊小菜 毛豆蝦仁 以新鮮毛豆研磨出的豆腐 加上整顆白蝦仁 吃來酥脆扎實 毛豆綿密香甜 讓人回味再三 歡迎光臨 今天要吃什麼呢 豆腐泡菜 法式雞腿排 就不像一般的雞胸肉 很柴 很硬 它就真的是雞腿排 就很滑嫩 很軟 顧客頻頻讚嘆法式雞腿排 散發淡淡香草氣味 一口咬下濃郁香氣 在嘴裡濃得化不開 我覺得這超軟嫩的耶 就是我剛才吃下去覺得 好幸福的感覺 這個創辦他是在蘭黛學院 而且他曾經在米其林餐廳工作 我就衝著這個頭銜過來了 另外人氣小點毛豆蝦仁 內餡滿滿毛豆吃來綿密彈萃 就是它很特別是因為一般 我一開始以為它是用蝦仁醬 但其實它裡面是用 整整滿滿的毛豆泥 對 然後它裡面有整隻的蝦仁 在裡面 平凡雞排卻能收服韜客味蕾 選材用料就得是上上之選 你要怎麼去給顧客吃到最好的 冷掉也會好吃的 那就是雞腿肉 我們會先把皮先去掉 因為皮本身你去炸的時候 它的油會更多的油跑出來 其實這個等於就是說 對顧客來講 也是一個更加的負擔 雞腿肉經過蝦仁 羞肉減脂變得輕盈 老闆Andy出身美國藍旦學院 食物講求不僅美味 連帶背後所使用的油 也得透過科學驗證 才吃得安心 我們要怎麼去把關這食安 第一個最基本先從油開始 我們的油是每天用柿子篩選 每天是篩選 那它的規定是說到2.0 你就一定要換 可是我們到1.0就換 我們一天用的量 至少是用4桶18公升的 所以我們一天最少的成本 2000多塊跑不掉 市面雞排大多靠 撒大量胡椒鹽調味 但Andy可不同 可能我們重點是在於就是說 那怎麼樣雞排本身的味道就有味道 而不是只當靠外面的沙粉 我們麵糊裡面的調配 反而是我們的重點 那是我們自己私家的配方 我們每一種麵糊 不算鹽巴黑胡椒這些 我們至少有加8種不一樣的香料 到我們的麵糊裡面去 醃好雞腿排 裹上黏糊糊蛋液麵糊 接著下鍋洗禮 一片片鮮嫩雞腿肉 在油鍋裡以170度高溫油炸 炸得滋滋作響不斷冒氣 最後還得經過拖油機 360度旋轉甩油 雞排吃來清爽香氣誘人 法式招牌雞腿排炸得金黃香酥 底層鋪上水跟蔬菜 雞排外酥 略有獨特香草味道 炸衣爽脆 卡滋卡滋 肉質軟嫩很多汁 它其實是跟台灣的雞排不太一樣 因為台灣雞排它的外皮沒有那麼酥脆 那它在外皮外面好像還有加一些法式的香料 所以說吃起來它有不一樣的味道在裡面 跟台灣雞排是有區分的 另外法式回味雞腿排 撒上地中海香草迷迭香 味道清香撲鼻 充滿異國風味 這雞排真的不一樣耶 我剛才一腳下去想說 奇怪 怎麼那麼軟 我才發現說它是雞腿排耶 而且我發現這個皮啊 它有個特別的味道 香香的 應該是有那個迷迭香 對 我很厲害吧 廚房忙備料 Andy從小就愛烹飪 長大後的願望就是想拿鍋鏟 當個型男大主廚 其實說是你能夠當著一個 當著一個主廚 那感覺穿著衣服 然後感覺帥氣 然後做出來的菜 那能夠就是說所有的人 吃了又開心心 但是當年為了圓夢 還差點和母親鬧革命 家中做的是金融投資 在美國求學 雖然順著家人期望念金融系 可是心裡卻還有個聲音 所以在中間這段時間 其實我還滿常跟我家人 尤其是我媽媽 就是有一個 還滿大的一個衝突 這段期間 其實求學那段期間 其實一直在想自己 到底未來的出路 到底是要做什麼 於是大學畢業就踏入 全球知名餐飲學校 美國藍帶學院磨練廚藝 甚至還曾在米其林餐廳掌廚 學到的遠超乎料理本身 慢慢從中間這個過程 學習到的 其實對我來講 就只有一句話 這句話就是說 Making something out of nothing 就是說 因為你不是永遠在廚房裡面 都有你要的食材 所以說它其實最主要是 發揮你的創作力 為了把所學靈活運用 他回到台灣捨棄大餐廳工作 投入小吃 憑創意研發豆腐泡菜 而這也是Andy求學回憶 那我高中時期其實有 滿多的是韓國朋友 那時候就會吃到 一個國民美食叫泡菜豆腐鍋 外型圓滾滾豆腐泡菜 外皮酥脆 裡頭豆腐漿混著韓式泡菜 吃來軟嫩 微辣之中帶點豆香味 試試麵上少見 酥炸點心 開機排店要做到與眾不同 產品項目就得求新求變 同樣少見的毛豆蝦仁 其實是Andy為母親 所研發的愛心料理 他也喜歡吃海鮮也喜歡吃這些豆類 我們把毛豆泥打成泥 毛豆打成泥 煮熟打成泥 然後再加入一點牛奶 然後在上面再放一整隻蝦仁 那小時候是不是有錯過一些菜色 給媽媽去品嘗 想想怎樣的菜色 對我本身很喜歡吃蛋 可是我不知道怎麼去把蛋去進化 所以那時候就是炒蛋 那時候炒蛋 然後加鹹蛋 然後他本身就有鹹度 結果發現說 兩個雞蛋加一顆鹹蛋炒出來 味道還不錯 鹹蛋炒雞蛋 那給我媽媽吃 媽媽覺得不錯吃 母親一直是Andy心裡最重要的人 有一年母親節 他為了給媽媽一個大驚喜 還冒險下海抓螃蟹 去抓螃蟹好了 所以那時候一清晨 就跑去舊金山大橋下面 舊金山那個金門大橋 Coldengate Bridge 下面去抓螃蟹 然後就抓一抓 因為我覺得說 等於是你從最剛開始到最後面 都是你做 這個其實是個新衣 憑心意做出的毛豆蝦仁 外皮炸得酥脆 裡頭毛豆綿密 加上一整尾蝦仁 口感緊實脆口 雖然精巧卻很有層次 外面的話其實很少見 基本上是應該是看不到的 所以說他們特別是 真的是整個家人在裡面 而且它的外皮是很脆 對吃起來很酥脆 然後滿滿的都是毛豆的香料 那個豆香味很足 Andy的店就開在台大公館商圈 同業競爭激烈 但為了健康他不省成本 以做給母親品嘗的心 對待美味顧客 期盼都能吃到 有別於傳統雞排 另一番滋味